我們知道節目在這裡會唱一本去唱到新新聞的作品 《古畢林》 《古畢林》 有一個相當的《伊根媒體》 有一個差別的關係 當然從開始唱的節目之前 我們就談到記號拜發 當時我們就覺得 我們就說 看到一個唱歌的問題 如果台本的節目的題目 說大家太容易感到開 評論比較多 看到的事是沒有按照 談問題的意思 所以看到其他國家的問題 例如說 例如說秋年 那個《伊根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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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一個問題 對 但是覺得說 在台灣的 最多的三個學 我們也覺得 安靜人家 安靜人家 當年發了五十萬分 不過 到底有一個宅會 對你的樣子 那個東西 你確定有很多的那個東西 相對於一個特國的媒體 所以 從一段時間一路 把馬克服務行目的 馬克服務行目的 馬克服務行的 日本的海天廠 都在馬克服務行的 一個發天的房子很馬克服的 那一個 過夜海嘯 還有 他做馬克服務行的 發天機 沒有拍的 對一個 沒有拍的 那一個藍特的水 導致於一個 無形容詭 都在過夜馬克服務行的 然後你記得馬克服務行的 馬克服務行的 按照一個安全制 一個複色安全制 都在馬克服務行的 你才斷斷記憶體裡 他看到很多的東西 然後 在斷斷記憶體裡 就拍到 本來的 背景 以前的 過夜很冷的 背景 從心 沒天空 一天天都說出來 所以 暗夜暗夜的天空 像日本發生的一個 黑災 那過幾片 且 反黑更厲害 結果 反黑成功 導致 他說 完全 所有的 黑天廠 停下來 完全感受 然後 他跟他結婚 別哭了 這個天空 到底馬克服務行的 我完全停下來 停下來 我到底要發起 他會黏著 他會黏著 因為 他會對那個背景 了解 沒有 那個 假司 不知道 他會說 漫人醫庫夫 或者說 漫人 譚夫 等等 當然 他會去做 他會黏著 不過 不然 他會來 因為 有種種的黏著 問題 他會去結構性的問題 所以 以後 一個刺激動 去做一個騙子的時候 就不需要解決問題 對 所以 所以 這樣 做一個 透明媒體 你說的 波濤 一朵 四間 波激 的媒體 非常重要 其實 我們剛才講到 剛才我們談到一篇文章 我們講到日本媒體的改革 因為日本在核災之後 其實他們的主流媒體 都是扮演 幫官方 配合官方的公關稿 他們有去探討 核災的真正原因 也沒有扮演一點 權力的監督角色 有這樣的角色 所以呢 就讓很多 反而很多新聞是國外的媒體 先報導 所以日本呢 他的媒體就信用破產 所以當然他的新的媒體 就這樣崛起 所以他網路上面 就開始有很多 像台灣有很多公民媒體 網路報導 就開始這樣崛起了 然後他就刺激了傳統的報社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呢 老實說 當然我們做新新聞 你會看到很多台灣的 不管政治問題 經濟問題 或民生社會問題 你會看到很多問題 可是你還是會看到裡面 有很多可喜的力量 比如說像這次我們有報導 我們在 嗯 我記得前幾期 大概是今年9月 9月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不是反望中事件很大 那他們是用Facebook連結 是用臉書連結 那當時我們就報導了說 那個鄉民力量 鄉民力量 鄉民正義 我們就用臉書做了一次蜂蜜 那因為做那個蜂蜜 我們就發現 現在很多社會運動 跟我們當年年少的時候 那時候社會運動很不一樣 現在很多是透過臉書 先大家連結 你知道我們上一期報導了一個 就是講到那個南投埔里多喝水 多喝水要在那邊蓋廠 那後來就是臉書 透過臉書上下游市集 他們透過臉書 七天 衛單 就立刻有反應說他不要在這裡蓋那個 多喝水的那個工廠 所以這是很成功的社會運動 所以我們就每一期都有這樣的內容 像這一期我們就報導了那個台灣農村 農村陣型 因為農政呢 他就是 因為農政的成立 農政的成立 然後他們就透過他們粉絲團 在很多的這個社會運動裡面 他們都有大大小小的勝利的戰役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是非常棒 其實當時的農政是因為 有位作家吳聖詩人 吳聖吳老師的女兒 吳英明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作家 那他就講說完蛋了 他說因為這個農村再生條例要通過 通過以後就變成以前是農民才可以買農地 這個就完全解套了 那你這個一讀通過以後就會變成 任何人買的農曆很容易變更 所以因為這樣就開始串聯很多農村工作者 NGO 然後媒體工作者 然後學者啊 作家大家就串聯起來 後來他們也成立了粉絲團 我們這期就報導了這個東西 所以 而且我們還把他們的大事記 也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我們用一個葉子 像一個枝芽把它做出來 他的大事記 其實新新聞在我們這九個月來 我們一直在做 像這期我們也做了縣市長的調查 對 自從一說到國民的話 他有在這裡 最近 這裡有一個國民 像比如說 國民 甘毒 國鼻聯盟 是 甘毒 妮孫 甘毒 甘毒 立法鼻炎 韓國還有其他 一個團體 一些 一個屏蔽 一個 淹屍狀 對 要不要在那邊 屏蔽的時候 到底在這裡有什麼 對 其實很好玩 我們是做的那個 剛剛芬蘭姐也都不能說 我們做的跟別家媒體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做的 有一個東西是 一個是 民眾的抽樣調查 我們總共訪問了 一萬五千多個樣本 全台灣 其實算是蠻大規模的民調 那 我們在這個訪問當中還有一些小插曲 譬如說我們訪問的那個 連江縣的那個 我們抽 連江縣的人口是九千多人 那我們抽樣大概是三百多人 很好玩 就抽到他們縣長 他們縣長自己來接 我就想說一聲 蠻好玩的 他說 你要問什麼 那我們在 對 好好笑 非常好玩 那我們在這個調查裡面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 不一樣的地方 是說我們把民眾的 民眾 我們分十個項目 然後也請縣市長 他們自己評價自己 我最滿意的是哪三個 哪三個施政的項目 自我感覺了 對對自我感覺了 那你最滿意的是哪三個 最不滿意的是哪三個 然後再跟民眾 最不滿意跟最滿意的 Making在一起 然後 就會很好玩 有的 就是他好像 人體成績不錯 可是他的敏感度 這個我們叫做民眾有感度 就很低 沒有敏感 對 民眾的感到 對 民眾的有感度 有感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 我們就說讓民眾有感 這麼難嗎 好 我們就做這個題目 很多事 可是為什麼民眾不這麼認為 他其實在做這個 像很好玩的是說 你看我們二十二縣市 十五席是國民黨的縣市長 民進黨的縣市長 六席 每一席是五黨籍的 好 可是呢 你調查每次前幾年 我們自己做的 前幾年 就是那個少數的 民進黨 五黨 拿到前幾年 奇怪了 為什麼 照說你這個白裡頭 你應該是資源多嘛 因為 因為執政黨也是 中央的執政黨也是 國民黨 照說他資源多 應該是很多資源 可以讓民眾覺得非常 施政非常好 結果 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就覺得 比如說 比如說 像 我們看到 五都 五都 藍的 五都裡面有兩 兩位 綠營的 縣市長 他們兩位都是拿到前幾年 第一名是 那個賴清德 賴市長 其實台南呢 我跟你講 他是真的是沒有預算 他真的是窮 那 他也不想去舉債 所以他怎麼去做他的事情 他在有限的資源 怎麼去做他的事 那我們訪問了 那個 賴清德賴市長 你就覺得 他真的是有想法 所以他會先看 呃 譬如說台南 治水問題 那治水 我等你 中央政府來過治水 那要治到哪一個 所以他自己就在預算裡面去調配 就把那個 台南最黑淹水 譬如佐鎮 他就幫他 把他 那個淹水的問題 每年都要淹的 他把它 照了一條路 那他會練十年淹衣服 所以他 其實在有限的資源 誒 他們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民眾 會有感覺的 那當然 我每看到就是說 譬如說台北市長 好 你好市長 然後好市長 常常覺得說我做了好多事 我為什麼民眾 每次民調我都是調車尾 好 那我想 其實好市長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幾天大家也在轟 就是路庭這個問題 是非常嚴重 我們路庭花了幾百年 好 那我們真的是 像我家住在 就住在 那個客家電台這一帶 就在古庭這一帶 我家那條小小路 大概一年 少說要挖個四五次 那個永續發展 對對對 那 那也像 我們這次也訪問的 吳乃仁 吳乃仁先生 吳乃仁先生說說 他住在那個東華國小附近 他東華國小 一年 可以換三次圍牆 圍牆 拆掉再蓋 拆掉再蓋 這太有錢了 錢亂花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自己其實我想 那個芬蘭姐 你在德國待過 一定很清楚 像我每次去國外 我會說去紐約 他那個 像那個馬路那個 那個邊緣 永遠是用那個不鏽鋼包起來 所以他不會被撞爛 對不對 他用幾百年也是那個樣子 可是呢 我們一條路 可能剛鋪好 你這個撞爛的 那個凹一塊那邊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民眾 一定會感到真的很痛苦 而且我常常在講說 台灣生育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真的路不平 你推著嬰兒車 你可能不小心卡在那裡 然後你走在路上 東傘七傘 其實但是對民眾來講 是真的很不方便 因為有時候他 市政會覺得 我做那麼多事 為什麼你都沒有感覺 其實我們常常在講 我說 像我們一個訪問一位市長 他就講說 他常常散步 然後散步呢 碰到民眾 就會停下來跟他聊天 他說散步當中 他就看到這個城市裡面 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市政真的最重要 不管你官位大小 真的同力心是非常重要 你想到 真的所謂的苦民所苦 所以我們這次做的這個 很大規模調查 然後也訪問了 分析了這個五度的 這一期我們是 現做五度的市長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看 我自己在做總編企業 我自己在核稿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那為什麼什麼事情 沒辦法被民眾所了解 所認知 那他必須在做什麼 我自己在做這個提供過程 然後也看我同時寫的 我覺得其實真的還蠻好看的 這張天下有一個審法 在那裡的問題 比較神奇 他比較關心 是 因為一個審法 就老有刺激的管理 前面說慢人現狀 慢人沒有現狀 當然有些難過 有些人也沒有現狀 是 不過呢 在那時候 那時候 有刺激的管理 的時候 就有通用 是 所以我們說 做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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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資理擰、資理私情的父母館 然後做一些品壁 那是他們要吃得寬的,用的品 而且要給基爵去訪問那些事情 那感覺比較神奇 不會說一半年去訪問 就是管房共的主持 因為根本是偏人的發財房用的 就是連基爵去本身都要去告白 是是是 所以其實大家會看到 其實在我們經過改版的新新聞 其實我們內容真的還蠻豐富 那包括像財經的新聞 其實我們也都會有 很多人都會有新新聞直報政治 其實不是,我們財經的新聞有非常多 你看其實很好 那今天看到了 對,台湾老的一個韓國筆 對,台湾的韓國筆 比如說台湾本來的一個專門 對,對 有一個經驗或是世界最強的 對 然後大家說,其實已經沒有了 對,已經完全沒有了 到底我們的經濟都會走到那條路上去 那麼民間人的關心 民間人的關心有辦法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他不是整個本都是硬方方的 包括文發 對,包括文發 像我們這也有文化的 譬如說我們這次報導的那個 那個大提琴家張振傑 其實張振傑的張老師是一個非常好玩的 他每次都會挑戰自己 譬如說他是什麼 清水斷崖呀 搞演唱會 那演奏會 那正常人都不會去搞那種 因為聲音會擴散 那他就每天去搞這些東西 譬如說在金門的那個宅山坑道 去舉辦演奏會 然後上禮拜去了那個 以前的烏來那邊 他去那邊飯店 在那邊搞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些 那他也一直在思考台灣的很多各種問題 那所以其實 整個 清新文我覺得 現在我們呈現的是一個很風貌 是很豐富的 是 啊 講得要騙得發 你 一唱一唱就醫師了 是是 希望說 以後有機會再去 謝謝 古小姐來唱她的大聲 來講得說 那個 共度選擇 選擇的 是 很多那條 那一篇如同事 是 是 有很多的 寬散 有很多的 有關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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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勞 謝謝 我們的現場 自從我們感情 人家在國民 經常人訓練 出手送我們 撇步 看到我們的現場轉過 以後 我們明白 送這節目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 出手轉過 國民進場 好奇爸爸 好奇爸爸 他一個禮拜同一時間 總在比 好謝謝 他把天台教授 提供一堵 好談的節目 謝謝好奇爸爸 不曉得有沒有出路進去 剛剛應該是要做手 因為他們也聽到 謝謝 好 就這樣了